大家好,欢迎来到Revy的美食厨房 今天和大家分享核桃肉桂面包的做法 这款面包我们用了低温长时间发酵的方法 这样做不仅不需要揉面,而且做出的面包更加的松软 里面加入了90克的全麦面粉和90克的山核桃 让它的口感层次更丰富,也更健康 准备一个鸡蛋,打散 150毫升牛奶 把鸡蛋倒入牛奶中 留出一小部分最后刷蛋液用 加入一小勺酵母 两大勺糖 搅拌均匀 在大碗中倒入中筋面粉150克 全麦面粉90克 加入半小勺盐 然后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液体倒进来 搅拌一下 把它搅拌成一个粘稠的面团 之后静置30分钟,让它有一个基础的发酵 30分钟之后放入20克室温软化的黄油 把黄油和面团搅拌均匀 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隔夜冷藏发酵 调一个红糖肉桂 60克红糖 5克的肉桂粉 搅拌均匀 准备90克烤熟的山核桃 切碎 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我们的面已经发好了 来看一下 里面的气孔组织非常的均匀 在案板上撒上一些干面粉 把面团直接倒在案板上 从四周向中间折叠几下 在上面撒上一些干面粉 然后用擀面杖擀成一个长方形的面饼 面团 涂上一层融化的黄油 黄油的温度不能太高 否则会把酵母杀死 在均匀的撒上我们调好的红糖肉桂粉 最后再铺上我们切好的山核桃 然后卷起来 然后卷起来 用刀从中间切两半 然后把它编成辫子 我们用的山核桃比较多 所以这个时候会散落出一些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最后再把它撒在面包上面就可以了 把两边不规则的地方向下折一下 把它藏起来 然后放到吐司盒中 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把散落的山核桃 也撒在上面 盖上保鲜膜 二次发酵到两倍大 发酵好之后 在表面刷上我们预留好的蛋液 之后烤箱350度 烤30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的面包已经烤好了 好香啊 满满的核桃和肉桂的香味 馅料非常的足 掰开看一下 里面松软香甜 一层一层的核桃肉桂馅 在寒冷的冬天 吃上这样一个面包 顿时就觉得温暖起来了 好了今天的免柔核桃肉桂面包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